好,歡迎回來了,第二節就交給阿楊sir 阿楊sir又是英國文化環節,是嗎? 你又知道的,我告訴你好像好像 其實也是想說一些關於英國的事情 其實現在整個英國都開始浸淫在查理三世登基的氣氛下 我早兩天就去了伯金漢宮外面 已經看到他搭台迎接這個大日子 當然我們這些小雞就不可能去那裡坐 所以都是看電視的 5月6號,5月6號 其實我也想去,不過問題就是 又要帶著小孩又要帶著老婆 可能就一出二禮就未必可以了 所以算了,都是看電視算了 我想以前比方便很多 以前你還是要去現場去看 現在電視已經幫你調教到最好的角度 那為什麼不安坐家中去做這件事呢? 即是現場去到都沒有什麼看 好像上次看人 看人,就是看人 還有封路 封了路 你只有一個角度 人家PPC可能是十多二十個鏡頭來拍攝 其實看的東西可能更多 所以也免得跟別人逼 所以我一開始就想 不如今天繼續去說一些關於皇室的事情 比如說5月6號會發生什麼事 又或者說一下他的紀念品 但是我想一下 其實今天距離5月6號都還有一段時間 不如說其他事情 適逢就是說 我們今天錄影的位置是4月21號 4月23號是另一個大日子 這個叫聖George Day 其實就是英格蘭的國慶 不如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大日子 國慶其實不像中國這樣 只有一個 中國只有十月一號 傳統上就是用英女王的獸臣 來做他們的國慶 英女王是4月的 通常就是6月才慶祝 所以我在想查理斯 如果他11月出生的話 接下來那個日子會搬到什麼時候呢 你不可能搬遲半年才去做的 這個就不知道了 到時候他們再解決了 但是英格蘭這個National Day 其實是值得去說的 聖George Day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我就預備了PowerPoint 可以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就分享一下 我先看一下 聖George Day 聖George Day 如果大家可能 如果沒有留意的話 就不見到外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上網看的時候 你一打聖George Day 其實就很多東西出來了 比如這個 我就隨便在網上去找的話 都有一些聖George Day 那些照片 告訴大家快來 大家去慶祝 其實都有很多節目 會發生的 待會我會跟大家繼續去說 大家會看到 聖George Day 有什麼的icon 是有特別意義的呢 大家從這個堂上看 玫瑰 是的 玫瑰 還有呢 有很多的 英格蘭那個盾牌 那個十字 那個 這個十字 就是Name after 這個聖人 就叫聖George 即是Cross 就是藍底紅十字架 還有呢 劍 劍 劍 其實它是 跟一個傳說有關的 站在馬上去做什麼呢 下一張同一個字就分曉了 就是屠龍 它不是已經屠龍劍 是已經屠龍劍 是已經屠龍劍 這支叫什麼 劍 它是跟屠龍有關的 所以呢 其實 這個英格蘭 這個守護的聖人 他跟其他人的分別就是 他的傳說的故事呢 就是他幫一個公主 一個公主困在一個城城裡面 被一隻惡龍來搞它 現在去到2023年 惡龍有沒有其他特別的造成熱議 大家自己想了 被一個惡龍搞它 然後聖George就過來 英雄救美 救了它之餘 就是殺了那隻龍 所以聖George屠龍機 就是城城公主的核心熱議 另外就是 為什麼會有一支玫瑰出現呢 就是傳說中那個公主 為了感恩 他好像就沒有意失傷他 只不過就是 這隻龍死了之後 就把一朵紅玫瑰送給聖George 因此玫瑰跟聖George兩者連起來 就有一個關係在裡面 好了 圍繞著他其實也有很多史實 可以說 聖George本身他不是西人來的 他是亞洲人來的 他是土耳的人 西元就在1994年封城 其實實際的原因很簡單 封得聖的話 就是他在捍衛基督教上面做了一些事情 當時就說他被迫要去慶祝一些 那些叫做邪教的儀式 但是他不肯做 然後就激怒了當時的人 所以就殺了他 所以後來就紀念他就封了聖 現在4月23號就是他的殉道日 因此就拿他來做紀念 後來英格蘭去到十字軍東征 就把聖George這個人 和他的虎仔 加上他的旗 就拿來英格蘭 就變成了英格蘭的一個國旗 大家都知道白底紅十字架 就成為了英格蘭的國旗 甚至乎成為他的守護聖人 他的National Day是4月23號 但是同時間 因為聖George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他的守護聖人 這個表上面大家都看到了 那些名字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威尼斯 伊拉亞 這兩個地方都是意大利 加塞俄比亞 加塞隆尼亞 然後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我竟然看到烏克蘭和莫斯科的守護聖人 同時間都是聖George 現在兩邊都在擺關公 究竟關公會守護哪一個呢 兩個關公打架 這個就要聽聽黃大仙的字典迷津 究竟現在上面有一個寶是誰呢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說的 所以你看到聖George在基督教裡面 都是一個很流行的守護聖人 因為他好話不好聽 他寫得早 所以他的普通廣為流傳 就比很多國家 歐洲的也有 非洲也有 亞洲也有 來成為他們的守護聖人 英格蘭固自然是一個 4月23號 好了 講到這裡 其實未曾去到說 聖George有些什麼發生的時候 我就想拆開一點點 去講何謂守護聖人這個概念 之前我也講過了 不過現在就要和大家溫習 因為以前我做節目也講過一點點 所以看到英格蘭就是聖George 4月23號 蘇格蘭就是聖Andrew 11月30號 愛爾蘭就是聖Patrick 3月17號 威爾仙就是聖David 3月1號 其實如果你問我圖像畫面最豐富 我就會記得是愛爾蘭這個 聖Patrick 因為其實他的東西是綠綠綠綠綠的 沒有去美國那邊 都多人去慶祝 所以這4天的話 其實都是多人慶祝的 不過有些政治上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這4個日子裡面 其實只有兩個是禮拜 聖Andrew 和聖Patrick 聖David 和聖George 就不是禮拜 譬如聖George 所以說其實我看資料 在18世紀之前 都多人慶祝的 但是到了後來 他和蘇格蘭合二 唯一成為了一個國家之後 就少了人去慶祝這件事 所以那個日子本身就沒有成為了Holiday 另外兩個聖Andrew和聖Patrick 因為他後來政府要下放權力 要籠絡他們 他們想藉著復興他們的民族意識 來告訴他們 我都重視你們 你們可以放假的 甚至是自己國會 希望他們不會這麼熱衷 去搞獨立的意識 所以反而他們就有Holiday 剩下那兩個就沒有了 所以這次幸運 英格蘭4月23日 就是禮拜天來搞 所以很多人可以去慶祝 就是這樣 那我們會不會補假 其實就是學校那些 因為英格蘭沒有公眾假期 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 譬如說在斯康蘭 聖Andrew是禮拜天的話 他就會補假 英格蘭就沒有了 Sorry 好了 至於守護聖人 其實我想帶出一個概念 其實他的做法都挺道教的 如果你問我 如果大家去找回他們 英國的歷史的話 他在倫敦裏面 其實是有相當多的一些叫做 我看看這個字是什麼 可不可以移開這個 他有很多叫做 這個叫做公司 其實這些就是行會 每一個行業 就有自己的一個行會 同時他就有一些所謂的守護聖人 比如說這個 在倫敦裏面的一個叫做打金仗 的Vershiftful Company 他的守護聖人就叫做 叫Dunston 就是他一個人 Du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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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專門守護那些跟金屬有關的行業 譬如珠寶、開鎖、打金、批凸等 那些都歸他本的 就一直由那個 14世紀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都是由他做守護聖人的 所以這個跟我們 譬如說 這個 鮑魚葉 就拜天后 這個跟那個聖德有少少相似 好了 另一個 如果基督教的朋友 都應該不會對他陌生的 就是聖盧德 聖盧德 他是哪一個守護聖人呢 就是一個徒夫公會 Vershiftful Company 這個很搞笑的 我覺得 這個聖盧德 他是守護著很多行業的 都很廣泛的 你是從聖藝術 做醫生 做學生 做徒夫 都是由他做守護聖人 換句話來說 他的聖質就像文昌 如果你去上文 但是 現在在西方 他是其中一個 其實他不止一個 還有另一個 不過那個我忘了 另一個文昌 所以 聖質有少少 像我們 中國的 道教 因為那時候 拜這些也挺多元的 剛才看到那個文章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它的設計呢? 其實它是一隻牛的頭 但是它的身是一個好像飛馬有翼的形狀 是啊,因為這次我不是特地講文章,我就沒有講 這個文章其實很搞笑的 那些牛升了天,做了天使都要守護殺它的人 這個作為一個圖騰來說,也挺諷刺的 是不是它有一隻豬? 你見到一個大文章,然後有一個徽章 中間有左右有科學 好像是野豬 野豬的東西 它都是牛來的,是嗎? 牛還是豬? 牛還是豬? 它是鳥牙 在豬上面那個是豬來的 這個就要再考究一下,為什麼會有豬在那裡 它殺的不僅僅是野豬 野豬? 在盾牌頂上就是野豬 兩個斧頭頂上就是野豬頭 豬牛都殺 所以非常殘忍 有殺牛,殺豬也正常 也沒有殺羊 好,下一張 這個就補充剛才的觀察 就是說,因為西方不會像香港或者大陸 政府說什麼又會什麼 其實很多人會對於某些事情發表意見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途法 所以當英倫四國裏面 只有兩個國家 他們的National Day 是有Band Holiday的話 生活在這個 英雅蘭的人 就會覺得 為什麼人家那兩個地方可以有Band Holiday 我們沒有呢? 所以這個就說他的身份是學生 他就覺得這件事不公平 為什麼人家有選擇 我們英格蘭的學生就沒有呢? 這個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一個 complaint 現在當然也繼續會有 但是選這個給你聽 就告訴你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很多人其實都覺得 要公平對待 不是說英格蘭 因為要提出其他國家 人家有得放 我們就沒有得放 就像杜爾冬那樣 所以也都解釋了一個問題 就是英格蘭裏面 為什麼少人去留意這個節日 尤其是剛剛不應的港人 好像不多國有人去說 就是因為這一天不是假期 那你可能要自己在網上去找多些資料 才知道這一天的重要性 還有那天有什麼節日的安排 事實上其實有很多安排的 隨便找一兩個機構 或者政府已經找到很多關於他們的慶祝的資料 等一下我會選兩個給大家去介紹 好了 我先講一下 他說為什麼英格蘭的聖Patrius 叫聖George Day不放假呢? 我想也是有一個 我不知道啦 可能會不會有些政治的考慮 嗯 因為英格蘭始終是大的 即是它的面積、它的人口 它的重要性 都比其他的國家 包括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亞 都是重要的 它無需再用一個假期去標榜 英格蘭的重要性 或者它的特色 會容易令到其他的組成國家 那些小國 就是所謂小國 就是組成國家 會不會有這個關注呢? 我看過這些資料 就是說 它其實都是在自己的國內 才會放的 你比如說 這個蘇格蘭 它放那個聖George 它都是在蘇格蘭境內的 學校才會放假的那些 基本上不影響到英格蘭 所以如果英格蘭自己放 聖George Day不放 英格蘭自己放 反而就是政治一定有一個原因 就是假期就是一個權力之間 互相去鬥爭的一個場地來的 那為什麼人家有得放 你沒有得放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人家有得放 因為他有得放的話 是因為要用這個東西來籠落它 那你本身英皇的領地 就是在英格蘭裡面 它不需要去籠落自己的人 所以反而你沒有得放 但是人家就有得放 這個我想是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多一點 好了 那這一張圖就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聖George 這個文化會傳進來 那現在看回 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當時有一個 Richard the First 就是 李策一世 他有一個名字 叫Richard the Lionheart 就說他打十四軍東徵的時候 就非常之援勇善戰 所以就用獅子來代表自己 所以他就由那時候 就把這個聖George的一支旗 和文化傳回來英國 所以是他傳回來的 另一件事 他開始一個象徵的文化 就是英格蘭的三師旗 都是由他開始 因為獅子就是他的象徵 所以他同一時間 是把英格蘭裡面最重要的兩個象徵符號 一個三師旗 一個就是英格蘭的十字旗 所以你會看到他是一步步將英國的民族的 慢慢建立出來 有一個象徵符號 好 好了 剛才都說過了 玫瑰很重要 這裡就簡單地說一說 英格蘭的聖George Day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大家可以做 或者你為了表示慶祝的時候 你有什麼可以帶在身上 第一件事就是玫瑰 所以大家如果有玫瑰的襟章 或者當天會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去超市買回一些玫瑰 回到你家裡插 所以插玫瑰 或者帶玫瑰的襟章 就是一種代表著 你對於英格蘭這個地方 那個 identity 的擁護 和去慶祝 所以玫瑰這個東西 你看到這張圖 Happy St.George Day 就是用這個玫瑰來做一個這樣的設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這裡有幾張圖 拼在一起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因為在英國的文化裡面 一般大家都會掛一個Union Jack 這個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米自己 很少有人會去掛紅色十字旗 除非你在英格蘭打球的時候 英格蘭 你是粉絲才會這樣做 一般人是不會的 所以唯一就是去到4月23號 這個聖George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去穿他的衣服 拿著一支棋子 拼來拼去 甚至在圖裡面 你看到中間那個人 用一個聖George做一個子盾 來去慶祝的 所以那天一天 你在大城市裡面 尤其是如果你在倫敦 應該會看到很多人 去拿著這支棋子 所以到時候 你去一些 souvenir shop 或者自己預先弄好 拿著這支棋子 出去就代表你 在慶祝這件事 其實要去哪裏慶祝呢 如果在倫敦的話 最大型的慶祝 就是去到這個叫做什麼 Trafford 就是 特拉法加廣場 特拉法廣場 是的 每一天都會有大型的慶祝 在裡面 我會有樂隊 將個地方分成不同的活動的地方 給大型小型去做很多活動的 這個應該是做一兩年的照片 晚上就會變成這樣了 其實蠻漂亮的 如果有時間大家可以去參觀一下 OK 這一個就是剛剛開播之前 我上去倫敦的網頁上面 去找回相關資料 它簡直是有一個countdown在那裡 好像是過新年那樣 就告訴你 由現在到23號 請問多久的時間 就有一天 18個小時 就叫你去這個Trafford 那個Square那裡去慶祝 所以到時候都幾多人去做這件事 這裏有一點點資料 詳細就不多說了 因為太多民視大家就會悶的了 這就告訴你 這個英德確先是倫敦政府那裡 節討節出來的 到時候就會有BBC的現場去直播 有些樂隊去表演 那就是什麼 對了 就會有音樂 有野石 有市集 還有各種不同的活動 在裡面去做的了 有小孩子,比較有顏色,甚至有一個很出名叫Horrible History 有一個工作室,基於一些恐怖故事來做一些工作室 給小孩子玩的,有些Story Telling,這些比較文靜的 音樂之餘的話,或者其他活動都會有其他性質 給小孩子、喜歡文靜的人來玩的 第二個,英國人很喜歡的,Face Painting 到時你可以畫到整塊面花光,很多英國企 也可以的 剛才那個是倫敦市政府搞的一個活動 另外,我上去這個Anglish Heritage 看的話,那天都有一個大型的慶祝活動 就是這裡,叫你去一個叫做Rest Park 我還沒去搜尋,應該都是在倫敦的附近 因為英國的特色就是很多歷史建築裏面 它吸引你去的時候,就會重演相關的歷史電段 來吸引你 即是有Drama Drama在這裡 是的,也有些是我很喜歡的,但我沒見過的 就是那些馬,那些騎兵 就會印了那些文章 他們那些揮號,去湖中劍擊一下 應該到時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他第二段,第一段那裡說 他會有什麼呢?有些show,有些戰爭的場面 有遊戲,有表演,各樣東西 這個又是另一個,他叫什麼? Activity of Pacted 有很多真實的現象,歷史發生的事情 就在當時重演給你看 這個是English Heritage 成人會做的一種活動來的 即是集虎村 他認真很多,漂亮很多 他真的是兩隻馬,像形頭一樣撞在一起 我看回你的童年 這個WEST PARK也很遠 在那邊? 在Luton 爾北 嘩,這麼遠啊? Luton 爾北? 其實近Milton Kings 咦,反而是近我 反而是近中部的朋友 在住中部可以去看看我 是,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去過幾個小時 我相信現在坐車 但這個就要去買票時間 這個就是另一個地方可以慶祝 好了,搞定了,沒有了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星期日 如果還沒找到節目的話 就可以慶祝一個英格蘭的國慶 到時可以大家看完之後 就可以分享在我們這個片集裡面 告訴我們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如順路也說說 星期日的天氣 星期日的天氣 你看到現在我外面的天氣 就出太陽 星期日英國的天氣就是這樣的 那麼這幾天氣溫就會有一些向下調整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有朋友覺得會不會回暖呢 那麼這幾天 譬如說今晚氣溫是3到10度 即是如果在英國時間 那麼星期日那天呢 就6到13度 其實都頗為都凍凍的 那天氣都OK 但是它由下午1點到7點 可能有些地方會有一些雨 所以可能大家都穿風褲 或者穿雨絨 那就穩妙一點 是啊,所以今天介紹這個星期日 就去到這裏了 那接下來一兩週 我可能都會說多一點點 這個市頭登基的東西 那大家到時可以留意 是啊 是啊 就是這個 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回來 三世 加免禮 沒錯 OK 好 那我們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留給筍盤 筍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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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